OK,dear friends,let's do another math. 二次方程是a加b的平方等于a方加2ab加b方。 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a的平方,因为a加b的平方是不是等于a加b再乘以一遍a加b,就等于这个乘以两遍,对不对? 所以你要把第一个杨老师用不同的铅笔画一下,一个用绿色,一个用橘色。 行,差不多了,多耽误时间了,要不然就太耽误时间了。 所以a要乘一遍,然后下面b也要乘一遍,对不对? 所以等于什么呢?这个都是正号,所以好做。 a乘以a,a的平方,加上a乘以b,也是正号,加上b乘以a,let's do this way。 再加上什么呢?b乘以a,加上这两个相乘,a乘以b,再加上什么呢?b乘以b,加上b的平方。 等于a乘以b等于b乘以a,所以a的平方加2ab加b的平方。 right?好,a减b的平方等于a方减2ab加b方。 你可以用同样的方法,a减b的平方等于a减b再乘一遍a减b。 来一遍,a,绿色呢?b,对不对? 所以等于什么呢?等于a都是正号,a的平方。 这个是什么呢?负号,减b乘以a。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是负号,ok,减a乘以b。 再什么呢?负乘负得正,加上b的平方。 所以等于a的平方,两个负的ab都是ab,减2ab加b方。 ok,又完了。好,还有一个式子。 我们不要浪费值,ok。 a的平方减b的平方等于a加b乘以a减b。 这个我们是怎么算出来呢?我们要借一个。 a的平方减b的平方,是不是等于a的平方加ab。 ok,再减去ab。我干嘛加一个东西,再给它减下去。 减b的平方,对不对?这个你能不能看懂? a的平方还是a的平方减b的平方。 你把这两个盖起来。你把这一块给盖起来。 是不是?a的平方减b的平方。我加一个ab,我又给它减下去了。 所以我没加没减,等于是平手,打了一个平手。 这里头可以提出一个a,a乘以a加b,对不对? a的平方等于a乘以a,ab等于a乘以b,对不对? 都提出一个a,然后再减去一个b,这都减出了一个b,剩下的是什么呢? a,负a和b就变成了正a。 这个b的平方呢,提出一个负b,就剩下一个正的b,对不对? 所以等于什么呢?a减b,a减b。 因为他们现在都有同样的factor,就是这个factor,a加b,a减b。 b乘以a加b。证明就行了。 所以,so,a的平方减b的平方等于a加b乘以a减b。 为什么这么说呢? 杨海英证明了,I proved it,okay? I proved it. Bye bye friends,you have a beauti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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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ternoon.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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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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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